職場契機 28章 信主的伯人和主人 伯人 弟兄姊妹和兒子 提摩太前書6章一字二節 以下是網上一些對一個好工人這個議題的說法 一個好工人永遠不會忽視他的職責 一個好工人所得的工錢永遠是值得付的 僱主不會覺得比得多 一個好工人從來不會遲到 他準時到達 不早也不遲 一個好工人也必須是團隊合作中的好夥伴 樂意和同事分享友情 一個好工人的離職不單只是公司的損失 而且是很昂貴的損失 一個好工人如果沒有配備好的工具 不會是一個好工人 一個好工人最重要的標記是他擁有的態度 而不是他的能力 一個好工人是了解自己的工作 不需要太多的監督 也可以得到滿意的成果 一個好工人是一個精神換法的工人 在公元前一世紀的時候 意大利的人口估計有30%左右在奴隸 而到了公元前一世紀末 奴隸的數目遞增到2-300萬人 即是相當於35%到40%的意大利人口 而就整個羅馬帝國來說 奴隸的人口大約是500萬人 佔5-6000萬總人口的10-15% 根據估計 所有奴隸中 大約有49%的人 是被帝國人口不到1.5%的精英人士所擁有 大約一半的奴隸在農村工作 剩下少多於四分之一的奴隸 是在城鎮和城市中擔任家用 或者在商業企業和製造商那裡工作 對於一些人來說 工作場所是一個地點 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 工作場所是一個維持生計的地方 但是對於其他大部分人來說 工作場所只不過是一個勞動的地方 無論你對工作場所作出怎樣的定義 職場都不會在沒多久之後的將來消失 因為世界總是有僱主和僱員 有總管、有平民、有主人和工人 如果在職場上遇到嚴苛的僱主和不滿的員工 你會怎樣做呢? 僱主和員工之間有沒有可能可以達到融合和諧的關係呢? 如果僱主和僱員只有一方是信徒 又或者如果兩方都是信徒 情況又會是怎樣呢? 第一 改變你的想法 Change your mind 凡在握下作伯人的 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尊敬 免得神的命和道理被人洩毒 提摩太前書6章1節 有一間修道院正在經歷危機時刻 一些修士離開了修道院 有很多年都沒有新人加入他們 同時 民眾都沒有像以前那樣 來到修道院討告尋求神的指引 剩下的少數的修士日漸衰老、沮喪 被之間的關係變得很苦劫 但是 阮目曾經聽過一位聖人 他是獨自居住在一個樹林裡的隱士 阮目就決定去找這位隱士 諮詢他的意見 阮目說給隱士知修道院的惡劣情況 現在只剩下七個老修士 這個隱士除了為此討告 更加告訴阮目一個秘密 其實 目前居住在修道院中的其中一位修士 其實就是尼塞雅 但是他的生活令人沒辦法認得出來他是尼塞雅 有了這個啟示 阮目回到修道院 並且將隱士告訴他的秘密 告訴其他人 老修士互相看著對方 試圖找出他們中間哪一個可以成為基督 這位軟目提醒他們 尼塞雅用一些壞習慣來掩飾他真正的身份 從那天開始 修士就開始以更加尊重和謙卑的態度來互相對待 因為跟他說話的那個很有可能就是基督 他們開始彼此表現出更多的愛 他們共同生活 對待彼此更加像是兄弟 他們更加熱切地共同討告 慢慢地其他人都開始注意到修道院修士的新精神 並且開始回來修道院退休 和尋求神的旨意 神的話語也開始傳播 因為修士熱情和聖結的模式 修道院參加的人數開始再次增長 提摩太前書六章一節中的配壽這個詞 在《馬太福音》三章八節中被翻譯為《雙情》 而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一節 就翻譯成適當的獎賞 配壽是合理、正常和恰當的尊重 完全的尊重包括了 榮譽、時間和價值 也就是說 主人透過行政權力和調解 給予員工尊嚴的價值或者優點、責任和方向 這種態度和做法 可以在維持、調解和修補任何的緊張關係 或者可以解決雙方因為關係產生的問題 《當以》這兩個字是比較弱的命令性動詞 只有一半的機會發生或者實現 在其他經文裡面這個詞語被翻譯得比較嚴厲 語氣也更重 例如在《試圖行轉》二十六章第二節 這個詞被翻譯成 實為 而在《哥林德後書》九章五節 就翻譯成 想 在《肥納比書》三章七節翻譯成 當作 而在《比德後書》三章九節 就翻譯成 以為 這個詞意味著要對主人高度重視 尊重、承認和肯定 並且要令到他們放心 不要做出過路的反應 或者報復、輕看他們 在你一節的經文中 誹謗這個詞是 Hina假切語氣 這個詞還有其他的意思 在《馬太福音》九章三節中 這個詞被翻譯成為 蝕毒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節中 翻譯成 《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九節 就翻譯成 澤麻 蒲冤 而在《提多書》三章二節 就翻譯成 《說惡話》 誹謗或者蝕毒 意味著經常以錯誤 和輕鬆的說話來談論某人 這種談論的目的 是為了重傷、貶低、詆毀 令其他人感覺到恐懼、滑稽或者屈辱 這種談論也是錯誤、不熟實的批評 是蔑視和粗暴 被蝕毒的意思就是被指責、貶低和抹黑 在最震撼的結局中 受苦最多的不是伯仁或者祂的主人 而是神 包括神的名字和教導 即是希臘語中的教義這個詞 如果伯仁做得不好 最終老闆和旁觀者 會開始辯論、開始懷疑 並且對上帝的名字和祂的教導打了折扣 第二 檢查你的眼睛 Check your eyes 伯仁有信道的主人 不可因為與祂是弟兄 就慶喊他 提摩太前書6章2節 曾經的一位教皇Francis 就對自己教會的一些成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他說如果有些人講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 就是醜聞 你一種是雙面人的生活 有些人說我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經常去做尼撒 我屬於這個或者那個組織 講這些話的人裡面 其中有一些應該又講過 我的生活不像基督徒 我沒有給到適當的薪水給我的員工 我剝削人 我做安裝的生意 我洗黑錢 我過的是雙面人的生活 有很多天主教徒的生活就是這樣 他們造成醜聞 我們都應該聽過人說 如果那個人是天主教徒的話 我寧願成為一個無神論者更好 當然 沒什麼比成為無神論者更加糟 但是虛偽的基督徒也沒有去哪裡 第二類是信主的僱主 在英皇聖經的陰定本中 不能忽視 是不尊重或者鄙視的意思 洩讀者通常都是用自己的舌頭 但是鄙視就是用心靈 希臘文是 fronio 鄙視的英文 意味著 憎惡 不喜歡 和憎恨 但是希臘文的鄙視 carta fronio 他開頭是用到字根carta 意味著降低 不喜歡 或者憎恨 甚至表示反對 而fronio 是思考給予意見 或者總結的意思 所以這個詞包含 減少 縮減 降級 侮辱 或者貶低一個人的含義 信主的奴隸可能有一種心態 或者動機上面的改變 他們心裏面有疑問 為什麼信主的主人不救我 不釋放我 不掌勵我呢 在工作場所中 一個基督徒可能會問同樣的問題 為什麼信主的老闆不讚美我 不升我職 又不保護我呢 這種心理上的遊戲 會令到仆人或者僱員 降低對主人或者僱主的尊重 不再專注於工作 而且會將這個人 鎖在精神的枷鎖中 這裡有一個澄清 希臘文是荷提 主人和仆人 是弟兄的關係 弟兄意味著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是弟兄姊妹 我們是同一個神的孩子 在基督裏面 一個老闆變成了一個弟兄 一個奴隸成為了弟兄姊妹 經理變成了牧師 弟兄不一定擁有同樣的血統 性事或者特徵 在耶和華神中 弟兄是超越了文化和階級 年齡或者權威 出生和背景的 第三 改正你的態度 Correct your attitude 更要加以服侍他 因爲得服侍之益處的 是信道蒙愛的 你要以此教訓人 勸勉人 提摩太前書6章2節 在我家附近有一家自助餐廳 曾經有一個名副其實的愉快的年輕人 他是一個出色的咖啡師 員工和主管 每當我老婆想買一個八吉餅的時候 他就會把麵包平放在櫃桌上面 在中間切成兩面 敲成麵包片 跟著把八吉餅 切多兩刀 變成八片 這樣就令到我老婆可以逐淡逐淡地享受它 而每當我老婆點了巧克力咖啡的時候 他就會在咖啡表面拉花 畫一個心形或者是一隻動物 距離職之後 沒有任何的員工可以提供相同的特殊服務 服務意味著參與協助和回答客人的問題 不一定要安撫娛樂或者表示欣賞他們 服務的意思是工作的時候 要得體和愉快 工作的成果是可以被驗證的 博人在完成任何的過程中 要顯示出他是做得惹 可以拿得出時間 平易近人 可以倚靠又令人敬佩 這種服務態度是有風險的 就是其他人可能會利用你擁有這種服務品質 將你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大聲跟你說話 對待你好像垃圾那樣 一個好的工人雖然不會怕他的老闆 但也都從來不會爭論和對抗 一個懷有恨意 猥褻又懶惰的員工 是不會為他主人服務的 也都不會得到主人的任何同情和感情 在希臘文的原文中缺少了更要這個詞 所以我們不可以對窮苦的仆人 施加更多的壓力和任務 在《英皇陰定本聖經》中 信主的主人是忠實 備愛和同享福氣的人 在《勒加福音》一章五十四節 《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五節中 同享福氣被翻譯成 輔助 而在《提母太前書》六章二節中 同享福氣被翻譯成 因信主而得益處敵 信主的主人會非常忠實 好像對待家人和同事那樣 信主的僱主和工人會在耶和華的愛和他的事工中合一 他是一個真正的信徒 一個敬虔的人 也是一位好的同事 伯仁和主人同時上帝的兒子 得盟耶和華救贖 並且有聖靈的印記 結論 真正的職場充滿了很多的挑戰 矛盾和選擇 有信主和不信主的老闆 同事或者下屬 有些不信主的老闆和工人其實都值得尊敬 但是也有一些信主的老闆和工人行為就很腐敗 在主人和奴隸 或者僱主和僱員的關係上有問題的話 不容易找到簡單的解決方法 信徒在職場的使命不是成為工作的奴隸 而是要和其他人分享著的恩典 不是要為你的老闆工作 而是見證耶和華 不是為要得到世上的榮耀 而是要榮耀上帝 最後 無論我們在世上有什麼地位或者專業的身份 我們的工作目的 不是要強化自己 使得自己在工作中生存或者破壞工作制度 而是要服事主 查經討論 提摩太前書6章1-2 第一 在經文中有幾類的主人呢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1-2 第二 撥人應該對自己的主人有什麼看法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1 第三 這樣對待主人的目的是什麼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1節 第四 信主的撥人應該持有什麼態度來對待已經得救的主人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2節 第五 信主的主人和撥人 兩者之間應該有什麼關係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2節 第六 保羅怎麼形容這些信主的主人呢 參考經文 提摩太前書6章2節 應用分享 第一 工作對你有什麼價值或者意義 你工作是不是單單為了生計 會不會呼醋佛味呢 還是可以讓神去打磨你的性格 發展你的才華 成為一個好的陶瓷器銘工地呢 第二 密想一個你可以學習作為用人或者撥人的例子 你如何能夠去服侍其他人呢 第三 作撥人的要順復 討主人的喜悅 不可以頂撞它 不可以私自拿東西 要顯為忠誠 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做的 但是不可以頂撞 討主人的喜悅 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自己的意見 我們要注意用怎樣的言語 是否法治愛心 今天求神才賜給我們一個謙卑信服的心 好叫我們不至於因為自傲 而頂撞掌權 執政的人 更加要叫我們知道 做這些東西不是委屈 而是歸榮耀給神 也是做見證 第四 身為主的門徒 本章或者經文 如何有助你理解是職場的角色 身份 參與 影響力 和人際關係呢 作者 葉福成 莫瑞英 敬家